鉴定谷御错误观点 一丝个呢 就是鉴定逾气的新老 首先看看他的工艺是新的 是老的 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在有很多造假的 他就利用什么东西呢 利用一块老的姜料 就是带皮带色的老料 去仿一件高谷御 他这样做的事 甚至他把电机的转速降下来 完全仿造着古代那种 加工的工艺的情况 这样呢 他仿出来的工呢 几乎就是一比一的 特别是在沁色相对比较均匀 或者几乎没有沁色的情况下 这样仿出来的东西呢 更是比较微小 就是今年春天 他呢装置是人家就是 做防徽补育的 当时碰到他呢 他拿出一件西州的浴虎 我打眼一看的时候 因为隔着玻璃窗 当时不让我看的时候 我还在眼中心不错 首先他是一块老的老玉 我说你拿着我看一眼 最后呢我拿着放大镜啊 细细地看了一下 特别看了几个孔 和拐角的地方 下破斩楼露出来了 他是一件老玉心工 打个比方说你先注重这个工艺的心脏 就看的话 你有可能像这类方面 有可能把它认识了 会犯一个错误 所以说这也是错误的 我们不应该先去看他这个工艺的心脏 而去呢注重他出土的特征 把工艺心脏放在第二 这个下面我最后要总结一下 古域鉴定都拿几步 虽然加工工艺在古域鉴定中 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但首先把工艺放在古域鉴定过程的首位 显然也是不可取的